脑瘤是颅内肿瘤,虽然不是国内十大死亡病因,但近年脑部以外的癌转移导致脑瘤发生的比例明显增加,加上医师在进行脑瘤圈柱上十分耗时,所以DEEP-BT脑瘤智慧精准医疗系统, 颜时间轴病造侦测与放射手术疗效预测诞生了,并获得2022年未来科技奖,PFDA食品署辅导和国科会科研创业计划补助的肯定。 这套AI精准医疗系统目前应用在脑瘤、转移瘤与听神经瘤各方面,能与加码刀、电脑刀配合。 并且,他精准的圈注效能非常利于术前检测与术后追踪。 病人他到门诊完之后,然后呢,他去扫完MRI,扫完MRI之后呢,他可以不用等到5到7天,打完,医生打完报告之后,才发现说,你这边有一颗脑瘤,你需要治疗。 他可以很及时的扫描完之后呢,就透过这个软体,然后把这个资讯告诉他的门诊的医师,然后告诉他说,你这边可能有一颗脑瘤,我们能够很快的确定他的病症,然后确定他治疗的方式。 那这个是这个AI模型里面最好用的一个地方。 我们也碰过一个病症有20几颗脑转移瘤,你大概花20分钟,才有办法把每一个病罩标注出来,然后甚至去测量他的体积。 然后再做治疗计划,然后再做治疗。 有人工智慧导入之后呢,事实上去侦测这20颗的脑转移瘤,就在一分钟里面就可以做完。 那他做完之后,他甚至可以帮你做出那个肿瘤体积的计算,来告诉你这个肿瘤多大。 接下去,放射肿瘤科医师跟外科医师就根据这个人工智慧模型所标注的肿瘤去做治疗计划。 透过DEEP-BT,脑流智慧精准医疗系统,病人可以不必在因为长时间等待检验报告而焦躁不安。 医师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治疗计划,缩短治疗流程,提升治疗效果。 当病人出院后,第一次回诊时,这个系统也能自动沿着时间轴,协助医师快速了解病灶的治疗效果。 那我们时间如果再拉长一点,也许病人存活了三年,那这样子就很多时间点,治疗当天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一年两年事上。 所以这个时间轴上面,你就可以去画折线图,把这整个肿瘤的变化呈现在我们在临床。 整件需要时间很紧迫的情境之下,我就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去知道我们的疗像。 圈住完之后,我们就可以从脑瘤的大小、形状、纹路,然后它的这个强度,这个影像上面显示的强度。 我们来去判断说,它这个脑瘤经过治疗之后,到底有没有效。 由于系统可以精卷且迅速地判断脑瘤、转移瘤、听神经瘤的情形, 因此不但能避免遗漏病灶或一时误判,还可以协助医生进行更高效能的诊疗。 医生如果他要去看门诊的时候,病人他还没有进门诊。 AI都已经把这些资料都已经处理好了,告诉他圈住在哪里。 这可以省掉医生非常多的时间,所以他可以好好的跟病人谈病情。 那这个是我想我们以病人为中心的思维。 我们去追求科技的开发,我们去导入科技来帮忙临床的处置过程。 我们希望受益的是病人,我们希望不管是在照顾的品质上面, 或说病人在心灵上面的关怀,我们都希望这些一个整体的效应能够借有人工智慧的导入呈现出来。 科技始终不脱离人性,相信在科技与医疗的结合与互补下,病患必定能拥有越来越棒的医疗照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